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針對所有的移動電荷 在磁場中的行為已經了解了 接著我們就要看磁場是怎麼產生的 這個磁場的產生的部分 換句話說 你知道磁場的產生 我們才能夠知道 我們的電荷在磁場中的行為 它的一個不同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磁場 在之前我們已經知道說 如果這個電荷是靜止的 那它在周圍會產生電場 OK 這個Charge Q 如果我現在這個電荷 它有一個速度V 它周圍會產生磁場 這是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一個移動的電荷 周遭的一個行為 那接著我們就要探討一下說 到底這個移動的電荷 周遭它所產生的磁場 跟這個移動的電荷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那你可以做一些實驗 首先我們看到就是說 假設我的電荷的值 Q 的值來改變它的時候 那我會發現 不同的Q 與相同的速度 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產生的這個磁場 它基本上面 是跟Q 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當然 你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就是我的速度V 它保持Constant OK 它被固定住了 再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我的Q 是固定的 那我的速度我把它改變 那速度改變的話 包含的是方向跟大小 我們就先看方向 我們先看大小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的大小 速度V 改變的時候 我的磁場V 也跟著改變 OK 那再進一步的來看待 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的速度V的大小 改變以後 方向改變的情況 那基本上 我們就要正 既然你討論到方向 你就要進一步的看來看討 你的整個 實場的方向 在你這個移動的電荷 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說 我們把三度空間的平面把它做起來 這是一個三度空間的平面 那我說速度V OK 假設我現在 我去 Test 某一點 距離這個 charge R 的位置 那我在看這一點的磁場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我的磁場V 跟我的 R 跟 V 的方向 是完全垂直的 換句話說 這是一個垂直的情況 那 V 是垂直 R 跟 V 所組成的平面 那換句話說 假設 我的速度改變 這個方向改變的時候 那基本上面 這個 B 的方向 它永遠是垂直 垂直 B 跟 R 所組成的一個平面 所以 在這樣的條件底下的話 我假設這個角度是 C 塔角的時候 我雖然速度是固定 但是我的 C 塔角在改變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看到的是 我的 C 塔角改變的時候 那 三億 C 塔的關係呢 是跟 B 有關係的 OK 換句話說 如果 如果 我現在 改變成 我的 V 跟 R 的方向 V 的方向是已經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我的 B 其實就是垂直 或者我們這樣講 如果是這個 我現在這個圖不好畫 好 假設我的 V 是這個方向 R 的方向 R 的方向是這個方向 那我現在 我的 B 的方向呢 是跟這一個 V 和 R 所在的這個平面 垂直的方向 OK 那 你現在你看到 V 的方向如果是這個 R 的方向是這個 垂直它的平面就是 X 了 對不對 這是一個平面 V 的方向是這個 R 的方向是這個 所以他們所組成的這個平面 那你的磁場的方向是跟它兩個的垂直的方向 這樣了解嗎 就是 V 跟 R 所組成的一個平面垂直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Ceta 角其實是一個蠻 Dominate 你的這個磁場的一個值 好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距離 如果我同樣的 我要量它這個速度 如果 V 的電荷在移動的時候 那我的磁場的大小 我測量的距離 R 的平方分之一 是跟我的速度 是跟我的磁場是這個成比例關係的 所以這個時候是 Q V 都是定值的情況 那依照這樣的一個關係的情況之下 在實驗裡面你做出來以後 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當時在這電場的情況之下 一樣的你可以做出實驗 是跟 R 平方乘比例 R 平方分之一乘比例 跟 Q 乘比例 OK 這是在電場的時候 那你的比例常數 有一個 K 值 那方向呢 你現在都是近向的 所以 在這裡面的比例常數 K 我們是 4 趴 1 9 0 分之 i unit 的數 那我們期待的是 我們把這些 一起把它寫出來 那我的磁場 B 就是等於什麼 跟我的距離的平方乘環比 跟我的 charge Q 乘正比 和速度 V 乘正比 和 sin theta 乘正比 那它有一個比例常數 這個比例常數 我們叫做 K 乘環好了 那你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整個關係 其實是一個存量的關係而已 那我們說磁場是一個向量 速度是一個向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期待是把它表示成向量的情況 那我已經知道說 我的磁場是跟 V 跟 R 平面垂直的方向 所以我可以進一步的把我的磁場 V 啊 就寫成 R 平方 然後 Q 速度 V 是定值 是一個固定的方向了 那我要知道我的磁場 V 是跟 V 跟 R 所組成的平面垂直的話 那我可以用一個 V 跟 R 的 Vector 的運算 去代表我的磁場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 V 跟 R R 是一個單位向量而已 上面並沒有 R 的因子在 我只用了 R 的單位向量進來 所以現在你就看到了 V 跟 R 所夾的角度 Sine Theta 已經融入到這裡面來了 這樣也沒有問題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我說這個 K π 到底是多少 這個單位向量當然是 R 的情況 那我的 K π 呢 如果我把它一樣的用 SI 的 unit 去計算它的話 那我說 SI 的 unit 去計算它的情況之下 那 B 時場 B 它的單位就是 Tesla 那 Q 是 庫倫 V 是每秒米 R 的話是米 那我們看到了 K π 的值 是等於 10 的負7 次方牛頓 秒 平方 除以庫倫 平方 或者 10 的負7 次方 Tesla 米 和 安培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結果 那最有趣的是 我把這個結果 K 跟 K π 變成 B K 是電廠的比例常數 K π 是時場的比例常數 那你把它一比的話 這個是 10 的負7 次方 通通用 SI unit 那 K 呢 在這裡是 π H 0 分之 1 的話 是 8.98755 乘以 10 的 9 次方 OK 你把它一算 算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 就等於 8.98755 乘以 10 的 16 次方 那它的單位是 你會發現這個值 其實就是光束C 的平方 OK 換句話說 你知道 電廠的比例常數 跟時場的比例常數 其實跟光束C 有某種的關係存在 那這個也是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 你有感覺 電廠 磁場 和光之間的關係 這三個東西的關係 這三個東西的關係 你在這裡面 第一個讓你有感覺到 所以我們平常 這個 C 平方 實際上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C 平方呢 就是等於 牛靈一小 換句話說 其實 C 平方呢 就是我們平常寫的 4% 牛靈 那 我進一步的把 我的磁場 B 就直接寫得更完整一點 就是 4 趴分之乎0 R 平方 Q V C 好 是嗎 OK 這是你的單一個點電荷 你所得到的磁場的一個值 那你已經知道單一個點電荷的磁場的值的時候 那接著我要問 在磁場裡面 我說 有另外一個點電荷來 Q± 那他所收到的力 就是Q±乘上磁場 同樣的 我現在 有另外一個 Q±的charge 以V±的速度 運動 那我所收到的力是等於多少 Q± 所收到的力 Q V 它是用V±運動 這個± 就是V± close close 這個B是什麼 這個B是 因為 Q所引起的B 它有沒有問題 Q± 在 以V±的速度 在 B這個場裡面運動 B這個場是哪裡引起的 B這個場是 因為Q在運動所引起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 我們看到的 你這個Q± 在 這個B的場裡面所收到的 這個磁力 那反過來 那反過來 我們說這是 這個 Plan 所收到的 反過來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看成什麼 Q± 在V±的 這個 速度運動 它也會產生一個磁場 V± V± 這個V±當然就是 4π 這個什麼 那個 攝影機的部分 有一個界線在這裡 V呢 就是 4π分之 乳0 R平方 分之 Q± V± 乘以 R± 那 R±是在哪裡 R±就是 另外一個點 Q 以V的速度在運動 這就是 R±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看成是 它所收到的磁力 就等於 Q V C 有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的疑問是 這個是 底下這一個部分 是 它 所產生的磁 在Q 所看到的 所產應到的磁力 那反過來 上面這個是 它所 這個 產生的磁 然後Q±所感應到的 所以這個V B 實際上 B 實際上就是這邊 所寫的 這個B 只不過是 這邊的 R 呢 就等於 所以 R 跟 R±是等於 大小相等於是方向相反的 那我的問題是 FB 跟 FB± 會不會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兩個力 OK 我們現在在第六組還第七組 第六組了 這是第七組 那你們的問題 它兩個相不相等 大小相等 大小相不相等方向相不相反 那在什麼時候才可以算是這個作用力反作用力的一組 OK 好 那這個部份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了 就是 第一個 你已經知道一個移動的電荷 你所 對應所產生的一個關係 那假設我現在呢 好多的電荷 你現在有好多的電荷 那同時 在移動 那在某一點 上面 所產生的磁場 大小 那我說 這邊所產生的磁場 Total 的場的大小 基本上 你就可以把它視為 Q1 在移動 跟 Q2 在移動 那 第一個是 Q1 所產生的場 加 Q2 所產生的場 假設你的電荷是很多個 那你就一直加上去 其實這個就是重疊原理 只不過 然後 這邊所有的加種 你要注意的 它通通是一個 向量的加法 OK 所以 如果我這個電荷是 連續分佈的 Total 的 charge Q 那每一個小的 element 是 DQ 然後 它都有一個速度 V 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在 某一點上面 R 的位置 你所產生的磁場 V 實際上 這 Total V 呢 就是每一個小的 element 所對應 產生的磁場 你把它 全部加種起來 就是跟我們之前 在討論電學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那依照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就可以進一步的來看待 如果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說 我現在有一個 導線 那它帶了一個電荷 那這個電荷呢 已經有 在移動的話 那就是 相當於它是一個 有電流的 一個導線 那換句話說 我現在可以把 好 我說我現在有一個 Element 那這個 Current Element 這個是 I 的電流 OK 那你現在一樣的 我想要看 P 點 它的磁場 是多少 那很明顯的 從我們剛剛 的討論裡面 我可以把這個 每一段的小的電流 I 電流 I 基本上面 它實際上就是 很多的 charge 在導電 那 我這個 這個電流 I 我先看一下 我把這個 這個小的 conduction element 過著我就直接想 Current Element 會比較 General 對 那它的 volume V V 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截面積 就是截面積 A 乘上它的長度 DL 那在這個小的 這個體積範圍裡面 它有 Total Charge 這個 Total Charge 我說是等於 DQ 好了 在這個 DV 裡面 它句話說 DQ 是等於多少 DQ 基本上就是 你的 N 是你的濃度 就單位 Carrier 的 Concentration 然後再乘上你的體積 這個就是 你多少的 Carrier 在導電 那每一個 Carrier 的 Charge 是 Q 那你就知道你的 Total Charge 就是這麼多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實際上就是 A 乘上 D 的 這麼多的 Charge 在這邊導電 那每一個 Charge 呢 你也可以視為 在這邊一大堆的 Charge 那這個 Charge Total 的 Charge 是 DQ 那這個 DQ 每一個 通通通是用 V 的速度 在運動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對 V 速度的運動 這麼多的 Charge 那我們可以知道 它的磁場 VB 啊 實際上就是 R 平方 我前面把常數寫進來 4π 分之 μ0 R 平方 分之 DQ 然後 速度 V Clos R 那這個 R 的話是單位向量 然後把它放進來 4π μ0 R 平方 DQ 就是 NQ 然後 A DL V Clos R 所以我們再把這些 Factor 看一下 NQ V NQ V 這幾個 就是我們的 Current Density OK 換句話說 Colent Density 基本上面電流 I 電流 I 的值 就是 Colent Density Dot D A 就是我們的電流 I 的值 所以現在你看到 這邊還有 A 在這邊 所以你看到的是 這個 這幾個 Factor 實際上 你已經可以把它寫成 4π μ0 OK 乘上 R 平方沒有變 那這個就是 I 的值 然而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I 本身是一個存量 但是原來這個是向量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希望 留下來的東西還是要有向量的存在 I 的方向要怎麼表示呢 我就把 Colent Density 的這個 J 的方向 用 DL 來表示 所以 DL 的方向 就是電流 I 的方向 然後 Clos R 就很容易知道說是 DL Colent DL 的方向是 I 的方向 Colent Density 實際上 那這也就是我們 磁場 D B 的方向 所以 每一個 Element 你都可以把它加總起來 用我們的 重疊原理來看待的時候 你的 Total V R 就等於四拍分之μ0 然後 r 平方 i d l close r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非常熟悉的 所谓的比歐沙瓦肉 比歐沙瓦肉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个column element 它在周遭所产生的磁场 那你怎么样去描述它 或者你怎么计算它的方式 那我们就利用比歐沙瓦肉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很general的一个磁场的分布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嗯 有没有问题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 第一个 第一个 也是我们常常用的就是 长子导旋的磁场 OK 好 对一个长子导旋来讲的话 那它的电流是i 往上运动 往上运动 那这个是z 轴 OK 那我们现在看到 对这个长子导旋来讲的话 你现在把你的比歐沙瓦肉 放进来 我说 对每一个小的element 小小的element 来讲的话 在某一点你想要看的 这一点上面 所产生的这个磁场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我们看到的是 这是DL 然后呢这个就是R 这个是你要看的P 点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 DL Close R 首先你在这一点 你已经知道 你的磁场 是朝内的 換句话说 在这一点上面的磁场 B 这样子可能 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 DL一直在改变 所以你的R 是从 这个无穷眼的位置 一直到 负无穷眼的位置 一直到正无穷眼的位置 换句话说 你在改变的就是这个C塔角 这是你要知道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换句话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把它写一下 整个 那个变数的话 我说这个 导致 外的一点 那半径是大R 好了 跟这个小R 分区略 那 是原点O 所以 我们的Z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R 实际上就是Z 平方加上R 平方 大R OK 那I当然是乘数 DL 实际上就是DZ OK 然后 DL x R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 DZ 乘上R 是向量 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是单位向量 它给你的就是一个Sine Theta 的一个Fat 那方向呢 方向 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把它视为Fy 的方向 因为沿住这标系统的方向 是Fy 的方向 好 那 我们看到了 你现在你知道 是随着DZ 的变化了 因为DL 实际上就是DZ Z 的Component 所以随着DZ 的变化 从物穷大到正物穷大 那Sine Theta 基本上 Sine Theta 就是等于 大R 的部分 也就等于 Z 平方加大R 平方 的二分之一次方的大R R 已经是固定 然后DZ 然后Z 平方加大R 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R 已经是固定 然后DZ 然后方向呢 Fy Fy 那注意一件事情 不管 在这一点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Fy 并没有改变 OK 所以你的DZ 的改变 并没有影响到这一点的磁场 所以我们把两边取积分的时候 实际上 我可以把这Total 的场 就写成是V 乘上Pi 因为它的Pi 是已经固定了 OK 那就是等于 V 我把它写一下 V 的值就是等于 4Pi μ0i R Z 平方加R 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的DZ Z 从哪里激起 Z 从负无穷大 一直激到正的无穷大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那这边的积分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因为你们在 辨学里面已经 碰到类似的积分已经好多次了 那 你只要把它 Z 就等于 R Cotainer 的C 那DZ 就等于 -R 的Sine 平方C 分之D C 然后把它放进去 V V 就变成 4Pi μ0i R DZ 放进来 -Sine 平方C 分之一DC 然后这个底下的部分 底下的部分是 R的三次方 Sine 的三次方C 分之一 所以上下一除 你一求出来的话 就变成 就变成 4Pi 分之μ0i R 那变成 R平方 那这边 跟R这边还可以再消掉一个 Fu Fu 是Fu Sine Cita D Cita Fu Fu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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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常常用到的長子導線外面一點的磁場的大小和方向 它是跟它的半徑 R 成什麼 反比 跟它所帶的電流成正比的情況 這是我們整個磁場的情況